現在看一局上半 甘甲獲得出身球保送上壘之後 接下來第二棒的劉玉成 敲出了右邊方向的安打 在比賽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人出局 統一師就已經進攻占到了得點圈 接下來打者輪到第三棒的卡斯提 這一球我們看到甘甲 他在跑壘的時候 掩護得相當的巧妙 也讓阿浪發生的失誤 形成滿壘的局面 這個球不曉得有沒有受到跑者 沒有人出局的情況之下 攻占到了滿壘 接下來打者輪到的是指定打擊陳蓮宏 這一球右邊方向的飛球 有沒有機會呢 落地形成了安打 看來統一師隊要拿下的第一分 應該是不成問題 第二分呢 面對火哥一定要保持一些尊敬 所以呢 只有回來一位跑者而已 統一師取得伊比利的利先之後呢 接下來小破這一球 又得到了出身球保送了 雖然有點痛 不過也送回了第二分 這時候我們看到 新龍牛已經叫出了一次的暫停 看有沒有機會稍微緩和一下 先發投手雷卡多的一個情緒呢 但是沒有辦法了 因為接下來鎮奶溫又超出了左邊方向 穿越形成了安打 這個也送回了對上的第三分喔 這時候還沒有半個的出局數喔 統一師已經取得3比0的領先了 這個半局第七位 打者轉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時候又補上了一支 右邊方向的穿越安打 雖然都是短程的一連安打不過 現在我們看到統一師目前已經是安打連連 還有靠著一些出身球保送 目前已經取得4比0的領先囉 對 看來這場比賽是雷卡多真的爆很大 在一局上沒有人出局的情況下 接連被敲出了四支安打 還有兩次出身球保送 在他下場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下場的時候 已經是0比4的落後 而且還是滿累的情況 這在跑回來的話都還要算在他頭上 對 所以我們看到 沈胡仁呢 接下來代替他投球的能不能守住呢 雖然解決了一位打者 不過呢 臉上的跑者跑回來 沒關係 這一球是算在雷卡多身上的 失掉的這一分呢 目前我們看到了 統一師已經取得5比0的領先了 打者輪到的是甘假 這也表示了 統一師又打了一輪了 這一球我們看有沒有機會呢 相當的深遠 三臉上的跑者也跑回來 真的是一出局 現在已經是6比0了 我這個半局相信 統一師民會覺得打得相當興奮 而且打得特別久 接著又右邊方向來 哇 這一球就是深遠的安打了 這次小西齒 二壘安打將壘上的兩位跑者 都給送了回來 我們看到這個半局呢 統一師隊雖然敲出了5隻安打 但是只有一隻是長打的情況之下 可是我們看到對手是投出了4次的 3次的4次球 還有一次的失誤 也讓這個半局呢 我們看統一師一口氣就攻下了8分 取得8比0的領先 看來行程大局是不成問題的 對 真的是大開殺戒 相信對於接下來讓海克曼上場投球的時候 也比較安心一點點 嗯 這一定是的 那不過接下來一局下半 我們看到牛隊發動攻勢 這時候呢 陳志偉相當深遠的安打 把虎哥送回來自己要挑戰三壘 不過也送回了牛隊的第一分了 現在8比1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喔 接下來二局下半 我們看到牛隊的攻勢又來了 阿浪呢 剛才發生了失誤 這時候靠著一隻安打補回來 在兩出局的情況之下 攻占到了一壘 打者輪到的是葉君章 這一球呢 我們看呢 穿越了三右防區又是一隻安打 在兩出局之後接連了兩隻安打 也攻占到了得點圈 打者呢 是輪到了近況相當好的張建民 而且在之前呢 他已經敲出了安打 虎哥呢 在之前呢 已經連續十場比賽都有安打了 這時候果然適時地敲出了安打 當然這個安打也保圍了 牛隊的第二分喔 現在已經8比2 比數呢 雖然還有一段距離 但也是慢慢地接近喔 三局上半呢 來看一下 這次先發普手陳俊輝呢 獲得了4塊球保送 打者輪到的是第9棒的王子松喔 我們來看這一球呢 二壘方向球 我們看到陳俊輝 沒有打到 可是重點是 這一球有沒有打到 結果都是一樣的 翔朵的結果呢 卻跌倒了一下 對 而且後來這個 我們拍到休息室的畫面 發現隊友什麼都在偷笑 因為統一師應該是不止一次 發生這樣的情況 大家是後上落氣球進步喔 好了這一球呢 當然是被封殺出局喔 這也是當然是 雖然沒有得分喔 不過也是這場比賽 算是比較有趣的一個畫面 那我們先來5局下棒 火哥今天真是猛喔 今天我們看到他第三次上來打擊 這一次是一支全雷打 這支全雷打也完成今天的猛打賞 對 他連續兩邊打擊表現都非常出色 我們不只看到他手背的部分 連打擊都相當的出色 好了 好不容易呢 火哥這一支全雷打 稍微帶動一下想反攻的一些氣勢 不過接下來呢 統一師六局上班的攻勢 可能就要撲滅他們這個想法囉 先是卡斯提的安打 接著我們看到直地打擊陳俊宏 這一球相當深遠 有沒有機會出去呢 在溫林圈的地方掉了下來 這是一支深遠的安打 卡斯提快馬加鞭 尻了兩個雷包之後 回來攻下球隊的第九分 雙雙方的差距又拉開到了六分了 統一師的攻勢還沒有結束喔 七局上半又來了 拉牙正來文 這也是一支中外野 中左外野方向的陽春全雷打 這也是拉牙 本季的第五發全雷打 全雷打跟火哥是一樣的 現在已經取得10比3的領先了 接著這個莊錦赫這一球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看到火哥 這一球真的是移動的速度相當快 今天不僅打得好 在守備的表現一樣是相當的出色 阿德倫老師第八棒 陳俊輝 真的中蛋了 今天他獲得三次的40球 其中兩次是被K的 如果在跑壘又被K一次的話 那今天真的是還蠻吸引球的注意 接著我們來看到的是王子松 王子松其實近況也不錯 連續六場比賽都有安打的表現 這支中外野方向相當深遠的安打 形成二三雷有人 一出局的情況之下 又是一個很好的得分機會 黃甘霖這一球 我們看一下 左外野方向的飛球 沒有關係雖安被接殺了 不過壘上的跑者也跑回來 當然同醫師最後在這場比賽 以11比3擊敗了對手 同時拿下了對戰四連勝 勝利投手是海科麥 恭喜他終於拿下回國的第一勝 而雷卡托則是吞下本季最長的四連敗 今天單場最有價值的球員 就是敲出全雷打的真相